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这一期视频来调侃一下民运民斗 因为最近有一则消息啊,让我感到非常无语 原谅我,我无耻的笑了 你听完我的视频啊,我相信你也会大笑 民运竟然不会用社交软件Zone 还要怪罪Zone,怪罪中共 那么具体消息呢,就是王丹前几天不是在网络上发了一些英雄帖吗 他是召集全世界的反共议事来参加美东时间1月21号举行的全球反共网络大会 那么我的弟弟刘大胜,他也是有幸参加了 但是很不幸,根据王丹曾破空的说法呢 这个全球反共网络大会遭到了疑似中国网军的蓄意破坏 没有如期进行,拖延了两个半小时才顺利进行 而且呢,会议进行之中遭到了中国网军及五毛的洗版破坏 不仅会议屡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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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 发表了一些言论 比如一群骗子在这里开会 是想骗钱吧 笑死人等等言论来攻击这个会议 陈破空表示 主会场我一开始就进不去 第二个会场刚进去就被踢出来 第三个会场进行到一两个人发言时 就被完全破坏宗旨 最后要严格控制会场 只有知道的人才能进去 就是这个消息啊 真的是把我笑抽了 所以啊 命运啊 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你的这个运动不会成功了吗 你们竟然连用这个软件都不会用了 你们的思维啊 已经out了 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还要怪罪这个ROM 据说王丹跟陈破空啊 已经是把炮火开向了这个软件ROM 他说ROM具有资安的疑虑 王丹表示 主办方已经保留会议被破坏的证据 并将交给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同时考虑对ROM公司提告 因为这个ROM啊 好像是开创人是一个华裔吧 所以啊 很多反共的媒体 很多恨国党 就说这个ROM呢 肯定是遭到了中共的渗透 遭到了中共的胁迫 那么这个陈破空呢 他表示 中国的体制 看上去是固若金汤的 但是中共统治阶层 内心很脆弱 玻璃心 没有自信 所以呢 他要来破坏这个会议 众所周知 美国的民族体制 是暂无不胜的 就是这个消息啊 真的是把我笑抽了 民运真的是out了 你看这个王丹 前几天 他做了一个直播 在线的人 仅仅只有一两百人啊 你要知道 人家光头Stoke 后生仔Stoke 他一个视频 就几十万的观看量啊 他油管粉丝 有三十多万啊 也就是说 Stoke这个民运的反贼的 后生仔 后浪 他已经把王丹 这个前浪 拍死在沙滩上了 王丹的这个民运啊 已经是声量 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在海外 已经是掀不起风浪了 现在很多反贼 反共的华人 都是第一时间 要去看 人家Stoke的视频啊 没有人去听你 沉破空 啊 王丹 你去反共 所以啊 难怪 沉破空的嘴巴 是越来越歪了 对吧 这是气的 被中共 被五毛 气的 嘴都歪了 你看啊啊 就像这个造势一样 尼古拉斯造势一样 嘴巴是越气越歪了啊 你靠网上反共 你就能把老共推翻吗 你们怎么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呢 就像这个台湾一样 台独一样 每天嘴炮 嘴炮就能立国吗 你还不如在网上买一个服务器 去建立台湾国 对吧 让那些国家承认你 你还说美国体制战无不胜 把这个民运搞成了一个黑社会了 啊 我还陈浩兰呢 对吧 我提一把西瓜刀啊 学习 中环 战无不胜 现在美国什么情况了 还战无不胜 所以啊这群民运啊 真的是搞反共 搞了这么多年 结果连众都不会用 新科技都不会用 这就是一群啊 我算是看透了 这就是一群被美国 日本 台湾 给养的垃圾啊 他们非常懂得自身的价值 美国需要的时候 就跳出来咬 叫几声 然后呢 美国日本就给他们一些资金 然后他们拿到这个资金以后呢 几个头目 头目就私吞了 私吞了 对吧 中饱私狼 所以啊 美国人啊 也是挺倒霉的 被这么一群垃圾民运给忽悠了 啊 每年还要滑拨很多的啊 民主基金给这些人 然后呢 这些人拿了钱又不办事 搞了这么多年反共反共 结果中共越来越强大 搞到最后连一个 中饱都不会用 但是我相信有可能是王丹他故意的啊 弄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免费软件嘛 你首先要设置密码啊 王丹他反而呢 第一时间他去分享这个开会的链接 很明显嘛啊 自导自演的 假戏真做的一出戏啊 他就是想要啊 表示 向外界表明啊 我的会议 民运会议遭到了中共的破坏 美国你看到没有 赶紧给我们打钱啊 啊 我们遭到了中共破坏啊 但是 有治伤的人都知道嘛 你用这个肉 你一定要设置密码嘛 你不能开放嘛 开源嘛 对不对 所以这群人啊 都是真的是特别的 水平太low了 而且假戏真做 自导自演 就像当年他们1989年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一样 自导自演 最后呢 他们自己都信了 自己都信了 自己真的被中共迫害了 所以啊 民运这么多年来 已经走到了阴沟里面 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因为你跟不上时代啊 你跟不上时代 你就会被时代狠狠地抛弃啊 所以啊 视频的最后啊 我还是奉劝这些民运 真的不要再搞这个反中反华的一些民运了 你们玷污了民运这两个字 民主运动这两个字 民主自由 人权 这本身就是一个 咱们说的好听一点 真的是一个比较高尚的词语 咱们不反对 中国人民自从这个五四运动以来都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 但是你们那一套西式的选举制 多党制 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 大家都已经看透了嘛 你就是把这个反共当成了生意嘛 所以你们玷污了这个字 不要跟我提这个字 好不好啊 王丹啊 刘大胜啊 好吧 喜欢我的网友啊 希望大家多多评论啊 多多指出缺点啊 谢谢大家